好 現在這一位涉嫌偷拍的無姓男子 他的身份也被曝光了 原來他參與的是台北市某一個佛輪社 而偷拍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他也被佛輪社這邊火速的踢出社團 而他家中是台中家具的代理商 建築系背景的他 在台北還開設建築數位公司來開辦課程 文人師表卻被揪出不是只有一次涉嫌偷拍 早在今年三月份他才因為偷拍案 被檢方判刑了三個月 而在今天他的爸爸則是為他的孩子喊冤 他說當時是因為家裡面有寶寶出生了 擔心有危險才會加裝鏡頭 但是在事後忘了拆掉 手拿證書課程結訊後 班上同學們開心合照 站在中間 勉腆微笑的老師 就是被指控在住家內裝針孔偷拍的無姓男子 從建築研究所畢業的他 開公司當其老師開辦建築數位課程 而他過往曾經也是台北市某福倫社成員 在活動中常常掌鏡拍大合照 看似事業成功交由廣闊 卻被揪出涉嫌偷拍 甚至不是第一次犯案 探開今年三月的判決書 無姓男子妻子從丈夫的筆電中 發現有朋友來家中在自家浴室 被偷拍的私密畫面 告知朋友後兩人氣氛提高 無姓男子在庭上坦純不愧 法官依妨害秘密罪 判他有情徒刑三個月可一顆罰金 實際來到無姓男子位在台中的老家 加州市家具代理商 男子父親喊冤解釋 當初是因為孫子出身 兒子擔心會有危險 所以專門在浴室和臥室 加裝監視器 事後才忘記拆掉 也在司法上付出代價 但判刑後鏡頭仍然還在繼續拍 甚至還有其他受害者提告 逃拍是否真的只是個誤會 恐怕還得上法院說個明白 華視新聞張俊瑞 由於華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